房屋人員在房間整理 先是把棉被給鋪平 急著要拿吸塵器 期間各個角落 一點小灰塵都不能放過 整理好一間房間 馬上交到下一間繼續打掃 這是飯店房屋人員的日常 入境疫情趨緩 官方復蘇 只是全台旅宿業 嚴重缺工 主要是疫情期間 服務業受到衝擊 很多人乾脆轉換跑道 鄉守餐廳廚師 因為沒生意 轉行當起醫療器材的業務 有包車業者把手上18輛車 賣到剩下5輛 轉行當房屋仲介 把包車當成兼職 尤其旅宿業人力短缺問題 相當嚴重 全台缺工超過萬人 像是旅遊順地花蓮 目前旅宿從業人員 約有6500人 缺了超過1200人 當中七成職缺是房務人員 目前光是真一個職位 就要花上半年時間 才找得到人來補 遇上週末或是廉價 房人員不足忙不過來 只能從其他單位找職員 甚至連主管都挑下來幫忙 房人員整理一間客房 平均半個小時 從旅客中午退房 到下午入住 大概可以整理6到8間房間 而他們起薪落在2萬8到3萬元 會隨著年資調轉 另外也會有獎金 但還是找不到人 面對人力缺口 花蓮縣旅館公會 也舉辦課程活動 讓小入行的人 多一種管道 只希望能夠儘快補足人力缺口 TVN新聞告訴廖潘 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